音乐 ok 我们主要是 帮他就是设计整个我们这个 就是所有的跳什么样的舞 然后就是穿什么样的衣服 我算是艺术中间吧 就是什么我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说 不光是说我们有中国的音乐 西方的音乐给它mix在一起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中国的舞蹈 然后还有武术 还有我相信很多就是观众 以前可能只是在体育场里面 看到那些Dramastic 但是的话呢 我们这回会把Dramastic也搬上来 包括有那种就像大华 那个Fry Will 像这种表演 很多都是应该是新式的表演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亮点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场地呢 就是很棒 所以的话我们后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Back Drop 所以那个Back Drop的话呢 会用就是一些Facial的东西 来就是填补我们一些音乐上的一些 就是给大家一个就等于是听 然后试看 就是所有世界上的一个就是一个mix吧 因为我们后面的这个大屏幕是cover这个 那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那不光是有可以看到舞蹈啊 听到音乐啊 然后还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所以就是有一点像沉浸式的表演 而且这些老师都有就是都很专业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都是根据我们需要的这种就是剧情啊 包括人物的设计啊 然后服装的就是这个编配啊 都是根据这个production来的 所以我们等于是两身定做 最大的难点其实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Fuang 是就是由我们这些经常来表演的 就是常备的这些团员 那还有很多就是新的团员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还有很多就是第一次大家表演 比如说一些小朋友 因为我们这次人数非常的多 就将近就是包括工作人员 再加上我们的表演者 台上台下加起来得两三百个人 还好就是因为这次主要是各个老师都比较配合嘛 那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执行长也是很鼎力相助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次其实难点就是大家要配合时间来 排列这个是个难点 大家为了这次表演多分的付出 一个是就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嘛 那我们可以遇到这么专业的一个场地 各个表演者来说也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包括有些演员我们就是都是这边生的啊 这边长的啊 那包括还有真正的美国演演来参加 他们都很习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文化传播的一个途径 我觉得这次呢也是体现大家一个合作精神嘛 任何的困难我们大家都是在一起开会啊 包括就是从这边的物件开始啊 很好就是so far so good 过这次的演出 光是说我们可以介绍我们中国的文化 同时呢我们要介绍我们的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 我希望大家能从这次的团队很欣赏我们的这个传奇 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享受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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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